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他在这一次总统大选的这个选战当中 他可能会扮演什么样关键性的角色吗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连战先生 那么他在这一次国民党有几个重要的场合 那么都缺席了到底所为何来呢 是因为马连关系拉警报吗 来看第一次7月2号 当时是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连战先生缺席了 9月3号国民党的中常委改选 这个也很重要 可是他也缺席了 没有参加 那么反观在这一次6月初的时候 还听这个报道说连战 他主动是约宋楚瑜吃饭 希望能够叛演何世老 能够化解国亲之间的嫌隙 那所以呢这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马连心姐还依旧存在 那难道这个连先生会挺送吗 李老大你怎么解读呢 首先我可以讲先讲刚刚那个豪博春那个 在台湾选举界有一句话 到谁的场子唱谁的调子 上谁的台子是拿谁的旗子 这个东西都是都是这样 但我也我也这里面我给你保证 这里面至少有一部分暗中是跟我们讲要加油的了 这个当然我们不讲啥些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将军 以前蒋经国时代是团长蒋经国在亲自见 但后来蒋经国身体不好的时候都是郝博春在见 连军长他都没办法见他身体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讲就是郝家军 所以那几个将领大概都他有关系 所以这些人呢军中有这种伦理都会来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军中就算你心心满天心心嘛 你隔得好远 台湾是遍地都梅花 所以那些校官 你要看他们才是真正发挥力量 真正能发挥 那个将军高高在上 他就在这种场合下命令 他私下他能拉下脸皮去拉票吗 所以真正那些校官位官士官长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 在军中呢票一个重要的那个 那另外刚刚立民的我讲一个就是说 我昨天下午跟宋在聊天 我们那边还是有一个情形讲的 现在就是整个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摆脱男 摆脱统独假议题 面对民生真问题 这个选举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你不要民进党还在骂卖台 那国民党还在 哎呀那个就是否定中华民国什么的 现在民众很减重的是生活真问题 这个真问题 真问题两党的 所以苏天昌讲的很对 这两党都要检讨 为什么让宋处于 让大家感觉到这个 有感觉 为什么这两党的候选上 有没有感觉 我觉得这两党要选 应该从这个去对了 那另外就讲了联赞 联赞我们讲说 第一个 我们他 我们的媒体很奇怪 联赞跟宋处 他们这些人吃吃饭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 餐厅哪个不常常吃吃饭 我跟姚林明还常吃吃饭呢 对不对 那他们的人物在交往吃吃饭 就觉得是怎么样 我觉得有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搞得太太那个 有的时候饭不能随便吃的啊 就是因为外界容易解毒啊 马英九这个银行去那个 为了台北市银行卖掉 那个饭不能随便吃 这个我承认 你其他有些饭 你怎么不能吃饭 现在就谈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联赞和那个枪击案 任何我们有点概念的人 就那么单纯的破掉吗 人家心里是怎么想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案子就这样子吗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 那个人能够有那个枪吗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大家心里是 那大家现在谣言是非常多 但是呢 你没有一个你按破的 不让人家心服口服的话 那这个事情是给人家会寒心的 会寒心 所以就是说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 有的是我们的角度 我不是一个拍掌官马屁的人 我当年我最年轻书记 我都不干的人 我不会那个 但是我晓得他们那种层次的人 有时候会感觉到就是他会看 就会觉得说 马英九也是做事 他也抓不到做事的一个 然后又不去请教人家 又不去问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宋楚瑜那天谈 百分之九十是在谈政策 媒体不注意 那百分之十是因为 他们几个人在那边挑一些问题 结果都在对那个问题 他是说蒋经国那么特权的时候 还要去跟反对党商量事情 对不对 那李登辉那个时候 因为当时宋楚瑜是代表去谈事情 那李登辉是也要跟人家谈事情 那为什么马英九 都不跟这些其他党 谈这个事情呢 并不是冷落的问题 但是某台呢 就要硬把它搞成冷落 然后大家就顺着这个冷落去弄 然后郝伯春 还有郝伯春讲话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李登辉选的时候 你凭什么搞一组人再选啊 难道你那个时候就中党吗 对不对 第二个 你新朗为什么今天只有0.25啊 你儿子当党主席的时候 去投奔到民进党当官嘛 宋楚瑜有去民进党当官吗 结果你儿子去当官 那你现在儿子前途又看好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所以你讲任何话 已经没有公信力了 好 但是 好 好 好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好勃勃的我们还是很好的 我也不愿意再讲下去了 所以但他必须做这个动作 但这个动作有多少效果 我们来看吧 好 郁虹哥举手 李建南刚刚讲的话 我也知道他必须要这么讲 我也予以尊重 跟他了解好勃勃 必须要这样讲 大家都尊重 因为大家立场都不一样嘛 但是有一点我一定要讲 连胜文那个案子 其实我当初研判 就是板检起诉那个案子 那如果说难道说板检放水 或是遮盖真相吗 那这种案子起诉了以后 到法院那结果公开审判了 连家没有律师吗 连家请律师可以质疑板检嘛 质疑板检你这样起诉不对嘛 这个证据是不够的啦 真相不是这样子 那如果经过三审定刑的结果 还是这样 那你那你 319那个 那个是真相调查委 没有经过法院耶 连胜文这个是抓到人 经过法院的 然后三连电院 大家还不相信 那就连家嘛 我要证明一下 律师是被告的律师 是被告律师去发挥 连胜文不是被告 那这个侦查的话 一个选举这么大的选举 发生这个案子 国安局为什么不介入调查 我说连家有律师 连家律师可以把它收集 提供给检察官嘛 对不对 申请检察官 连家律师 哪有调查权 连家律师有侦查权吗 侦查调查是 是情治大会 是国家检察大会的事嘛 你认为他疑点什么样的 申请 你检察官 任何检察官 当事人 当事人 受害人 要求你调查什么 要生理什么 你都要答复的 好来我们今天暂时 先不谈这个枪击案 但是我要来针对这个 连债先生的角色 要请教一下光琴了 光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连先生为什么在国民党 重要场合 他缺席呢 他是身为高高在上的 一个荣誉主席 他其实有非常重要的 一个角色 再者就是说 我们刚刚在讨论嘛 就说不论是马还是宋 他们有可能是希望能够获得 军系人士的支持 哪怕你是高官将领 或者是基层小官 或者是所谓的校级人士 或者是士官 但是呢 这个连先生 其实事实上 他很可能 就说 我们也很想揣摩他的心态 他的想法 就说他到底会怎么看 马英九的这个选拘 还有宋楚瑜现在出来 他说他有条件的 要出来参选 你会怎么看 其实连先他跟马英九 他们的历史 不只是后期的 这个枪截案事件 纵使你检警 你们办出一个 什么规模来 或是什么样的结论来 你要考虑廉家的感受 这只是其中之一 其实事实上 宋仙最近讲的一些事情 是04年 他们两个选举 那个事件有关的 你如果说 从连马他们之间 如果纵使有心结 你要看一个起点 就是319枪截案 发生的时候 海盗事件 那时候马英九 是主张走司法就好 他不主张走街头的 那这是第一个 宋仙心结 那宋仙常讲说 当时候是不是有人 你马的人 在后面搞 由这个政策局出面 搞废票联盟吗 这个我想连先生 他自己心里面 也有点滴在心头嘛 因为如果连宋当选的话 你8年我在8年 马英九他又接班 就没有办法 那么如期的 搞到做一个小老头的时候 可能都接班不到 那再加上党主席选举 那时候马赫林再怎么样 都叫请那个 那个 马英九不要跟你的老长官 跟老师争 但是马英九不听 所以05年选了这个党主席 那时候连赞票是投王金平的 再加上大佬事件 马英九认为说观感不好 你们自己大佬干嘛 跟陈云林去吃饭等等 这都种下心结 所以才会有在这个 枪截事件 这个我儿子都中枪了 王卓军署长会在第一时间 帮这个马面 转述他的这个话 再加上你后面 你办的这个 可能连加他们自己的感受的问题 你不管真相如何 对 他当事人 他的这个当事人的父亲 他有感受问题 你说破嘴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事件 就种下了 就说长期以来他们连赞 你说在这个关键时刻 连赞礼当出来的嘛 他不管是出国 或是没出国 或有事要事 或是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不出来就是代表 我们政治上是可以解读的 是 那所以 连赞他现在到底是 动向怎么样 以前我们常讲说 马身边是不是有一个 反马的联盟 对 其实我们那时候数一数 连赞也在里面嘛 这个王金平嘛 宋楚瑜嘛 甚至连 好不错我们当时也数了一下啊 那现在跟他态度又不一样嘛 所以 连赞现在动向 的确是非常关键的 对 但我相信他还是 跟这些老将一样 是以大局 还是挺马的 但是他没有那么积极度 就像汤耀明没有到那个现场 他也有他的理由嘛 是 所以我觉得连先之于宋先 你不管怎么说 这代表他挺宋 我觉得如果真的挺 或是真的反 你应该是说明确站出来 才算数嘛 你如果说我挺宋 你又不站出来 这不算数的 是 我如果挺马 我不站出来 我的力道也不够 我觉得这是连先 这有我的看法 是而且啊 这邀老师 会不会其实像宋先生 他出来啊 那他其实呢也会 希望能够获得连先生的支持 而亲民党不论是推谁 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 就算不是宋先生出来选的话 还有后面的那一组人马 要推出的话 那连先生可能也会 是他们所积极争取支持的 一个对象 当然的 我甚至于可以说啊 我既不是连也不是宋 我不知道连先生 会不会挺宋 以连先生的政治身段 他恐怕现在出来表态 不支持马 的可能性并不高 可是我是可以很明白的 说一段过去发生的故事 也就是德高望重的 中央医院院士许卓云 大概应该在一两个月前 我确实日期不计 大家有印象 专程回国 专程回国以后 去跟连先生见了面 许院士 当时被记者也问到 后来开了记者会 他希望未来总统做什么 给总统候选人写了一封公开信 他说 他跟连先生谈到第三组候选人 如果我的讯息没有错 许先生在那场记者会 表达得很清楚 连先生是乐观其成的 哦 换句话说 这是许先生的表达 我没有代表连先生来 更何况 当时本来连先生 被许先生邀请 因为那是许先生的记者会 许卓云的记者会 他也邀请连先生来 连先生也承诺要来 可是连先生 我们把那个日期挪后 以后因为他身体忽然不舒适 因为他这个身体非常衰弱 忽然不是延后一个礼拜 连先生出国去了 所以后来他自己也用视讯来开记者会 那段我想大家还有印象 所以连没有到场参加 所以许愿式的心愿是希望有第三组候选 那他在跟其他 本来还想开一个大会 就是一个希望未来21世纪 为台湾建构一个梦 这样子一个大会 讨论一些事情 连先生也希望能够参加 像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他是不是对他的 对某一个司法案件不满意 还是对马某一些特定的政策 这一点我无从去揣测 可是我觉得对于台湾大的方向 希望有一个第三组候选 来解决现在蓝绿之间的恶斗 我相信是许多有事之事的一个看法 而且连先生可能 也都是这样的看法 是这样吗 施成 慢点慢点 政治人物讲话 有时候乐观其成 通常一个礼貌性 就像日本人常讲 你这个意见很好 但并不是说我一定支持你 这个要讲 在政治上 通常我们讲 这是很好的建议 当初我们那个台湾不是 高雄市政府说 我们希望圣火能够到钓鱼台绕一下吗 后来日本人说 哎呦这个想法真的不错 但他一直 我怎么能支持这个想法 可能我们只听到这一段就去 所以乐观其成 有时候也有时候 不能因为这样去给连先生 带上一个帽子 他是心里什么 那个还叫他讲 好 大家乐观其成 这个地方 我乐观其成 但是并不表示我 我大力支持 休息一会今晚 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